見到我拿著PSVR就知道今天準備做甚麼了 沒錯,我們準備了兩款恐怖VR遊戲 有多恐怖,讓我小油和大家試試吧 現在我玩這款遊戲叫《心靈鬼扎》 這款恐怖VR遊戲 這款遊戲的故事背景是怎樣呢 話說我是一個科學家 我想帶家人令他們更長命 但結果實驗失敗 把我全家都困在這個世界裏 現在我要嘗試找一些線索 解開一些迷,然後救回家人出來 這裏好像數碼世界 大家看到這裏有甚麼檔案遺失 這不是筆 這遊戲裏的世界設定 可能在這裏沒有了一塊 我就要嘗試解謎開啟這些地方 我算不算是成功了呢 嘗試開門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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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應該就是 裡面的怪物 因為 它現在好像困在一個 類似心靈世界那些 我按了這個按鍵 應該就是去了另一個虛擬世界 嘗試按一下 但是沒有它回到原本的那個 嘗試 好了,現在就玩到這裏 其實剛才大家都看到 這隻遊戲就是靠它按燈鍵 去交替兩個不同的世界裏 到底最後我這個老爸 可否帶我兒子和老婆 一起離開這個世界呢 就讓大家自己去試玩這隻心靈鬼擇 那剛剛玩完這個心靈鬼擇 其實總體來說 它的氣氛都是偏向詭異 就不是說真的非常恐怖 而且它的操作其實都很簡單易明 那些解謎其實都相對上是比較簡單的 都適合一些初心者 對於我這些不是玩解謎遊戲的人來說 其實都比較容易上手 不過唯一一個缺點 我就覺得是玩得太久 就會有少少頭暈 那現在我們玩這隻遊戲 就叫子人 那這隻遊戲的背景 其實就是一個老爸 車女兒的時候 就不小心遇到這個車禍 然後那個老爸一醒回來 就已經去了這個鼓閘那裡了 但是在這個鼓閘那裡 又一直聽到女兒的聲音 在呼喚它 所以他就要隨著女兒的呼喚聲 去探索鬼擇 終於又回來了 終於又回來了 哎 終於被我亮燈了 這個位置是照亮了的 但是都看不到些什麼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是一個 很中國風的一個地方 現在我就拿到電筒來使用了 其實我已經是拿了電筒了 現在看到這些門全部都上了 那我們現在就去看一下 第二道了 嘩!好恐怖啊! 我照完地下才發現 原來這裡 一直都有一條人躺在這裡 嘩!整件事突然很恐怖啊 我突然間 只要你按兩下 L或者R鍵 就可以轉這個角度了 嘩!很噁心! 有蟲啊! 嘩!這些蟲很逼真 神經病 我怎麼弄走它 沒有 這個櫃其實我們是開不了的 但是呢 這裡就有一個洞 洞裡面看到有一個道具 我看看可不可以拿這個道具 但是這裡有很多蟲 其實都很噁心 因為很逼真啊 現在我戴著這個VR頭盔 子仁的操作難度 比起其他遊戲 我覺得是更加難的 對於我這些VR新手來講 如果一開始要適應它的操作 的確是有點困難 至於它的畫面和聲音 加起來真的超級陰森 再加上它的解謎難度 其實都相當高 所以我玩了一會就已經放棄了 其實VR真的很適合去玩這些解謎恐怖的遊戲 因為我們可以很投入這個世界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這類遊戲 千萬不要錯過